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对神的眼中来看 这段爱情 已经成为一首悲歌 我们要小心看 感觉好像神很伤心 这首是上帝失恋的情歌 所以由先知来到最初 这是第一个大段落 一首悲哀的情歌 然后是第八节 到第二十三节 第八节到第三节 其实是轮到人的六祸 因为这首悲歌唱起 然后看到世间人有六祸 在眼前 然后二十四节到最后 就是神的审判 这六类人的结局究竟是如何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从这首悲歌 进入人的六祸 从六祸看见 六祸所面对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其实这一章圣经 那个结构是非常工整的 而且是很有文学色彩 由一首歌开始 神用这首歌叫世人去反省 去警醒我们的人生 好,我们先来看这首歌 所以开始第五章第一节 他说 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 是我所爱者的歌 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江上 他爬滑原子 检去石头 栽种上等葡萄树 在园中概了一座楼 若作出压酒池 只望结好葡萄 反倒结了野葡萄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向我的葡萄园 怎样行 我必撤去尼巴 使他被吞灭 拆毁祥环 使他被踩踏 我必使他荒废 不再修理 不再坐跑 荊棘栽泥 倒要身上 我必命云 不降雨 在其上 万君之遥 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是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倒有报约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倒有冤声 好 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 是先知先发动的 先知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他要为他所亲爱的 就是神 先知要为神唱一首歌 这首歌是什么歌 他说是我所爱者的歌 这首歌不属于先知 这首歌是属于神 所以其实先知是将神的心情 代替神来唱出来 唱一首情歌 唱一首歌 才知很爱神 所以他很清楚 很了解神的心情 了解 所以他知道这首歌 是神最近常常都唱 唱这首歌 其实是表达心里面那种 那种悲哀 心里面那种痛 这首歌是一首这样的爱歌 对于神来说是一首伤心的情歌 失恋的情歌 他说这首歌的内容是论他的葡萄园的事 当然他用葡萄园来比喻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首是葡萄园的悲哀的情歌 这个失恋葡萄园之歌 可能我们可以给一个这样的名字 然后歌词一开始 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江上 一开始就是我所亲爱的 这个我所亲爱的就是先知所亲爱的 就是神 好像术术一个故事一样 起初一个很美好的图画 这个图画就是 神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江上 这个葡萄园是神识心来安排的 他挑选一个最好的地方 一个肥美的山江上面要建立他的葡萄园 这个喜不是就是神起初的时候 为人所做的一切吗? 从创世的时候 神简选地上最美好的地方 将伊甸园切留在里面 周围都有这个囂灌的水流 甚至我们一看创世记的时候 对伊甸园的描写 河流里面充满角色的宝石 金字各样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 再到后来 神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将这个流奶与蜜 廣闊美好之地赐给他们 那个地方也是肥肉的不得了 甚至以色列人猜派探子去探索那个地方 带回来的蹄子 哇大一粒 要找人去抬 这个地方实在是美好 所以神一开始的时候 将他所爱的这个葡萄园 放在肥美的山江上面 当然啦 一个人也设立了一个这样的葡萄园 選擇了最美麗的地方的時候 心裏當然滿懷、期待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刨畫原子、檢去石頭 栽種上等葡萄樹 整理好這個地方 將他刨畫原子 將水引進來灌溉 讓原子更肥沃 檢去石頭 整理它 不要妨礙著樹生長的石頭 將它撿走 讓這個地方成為肥田 栽種上等葡萄樹 精心挑選這個品種 是他所選擇的 是他所選擇的 全部選好了 然後在園中的蓋耶座樓 又作出押酒池 這個是以色列人很喜歡 他們的葡萄園是這樣做的 裡面有押酒池 所以當葡萄盛產後 就可以生產葡萄酒 這個就是原子 所以當然 一個這樣的開始的時候 就指望結好葡萄 但是 反倒結了野葡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做了這麼多的功夫 又檢去石頭 又刨畫原子 精心挑選上等的品種 這些精心挑選上等的品種 出來的一定是上等的葡萄 是不是? 就是你種蘋果 不會種了一隻椒出來的 既然已經是精心挑選的上等葡萄 誰知道出來的竟然是野葡萄 野葡萄和上等葡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野葡萄很多時候是酸的 這些野葡萄沒有辦法 就是品質不漂亮的 沒有辦法讓你去釀酒 所以出來的結果 跟神所原先預計的完全不同 這就是這首歌的一個引子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首歌前面的這一段是先知唱出來的 在先知唱的這一段裡面 神就是一個第三人稱 先知是第一人稱 所以他說我所親愛的有葡萄園 這個我是先知 然後第二節他說他爬滑原子 這個所知的是神 這個是先知代神唱出來的 神是在第三身的形式出現 所以先知說他 就是神在爬滑原子等等 但是一到第三節的時候 突然間這首歌變調 原來這首歌是一首合唱歌 第一個小段落是先知在那裡唱 唱出了神的心情 但是先知一唱的時候 引起了神裡面的情緒 那個感觸 所以第三節開始 神自己的聲音進入來唱 所以你看到這首歌 先知唱先第一段 然後神的聲音響起 神忍不住 神要將他心中的感受唱出來 神一唱就是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 現在請你們現今 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斷定是非 神就將自己第一身 出現在這一首的情歌裡面 那你們自己來評一下你 我為我的葡萄園所做之外 還有什麼可做呢 我為我的葡萄園已經盡心 我竭力到這樣的地步 我還可以怎樣呢 你還想我怎樣呢 這首情歌去到這個地步 神是那個不停付出付出付出的那個 葡萄園是被動的 葡萄園什麼都沒有做的 但是這個園主 他是刨滑地方 檢測石頭 悉心地去預備 去整理 流了不少的血汗 希望這個葡萄可以盛放 希望這個葡萄可以盛產 結果出來的不是他想像中的 所以神在第四節說 我為葡萄園所做之外 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什麼都做盡了 神說我只望結好葡萄樹 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 神有期望的 但是神的期望落空 神說我做了這麼多 為什麼做這麼多的時候 竟然是一個這樣的結局呢 所以其實呢 第三、第四節呢 是唱出了神的傷心 所以在這裡呢 神就在第五節說 現在我告訴你我要怎麼行 既然是這樣 逼到神在失望當中 心痛當中 向這個葡萄園放手 但是神一放手的時候 這個圓子就落在仇敵的手中 神將這個圓子放手 交給仇敵 撤去尼巴 尼巴是用來做保護的 撤去尼巴 所以狐狸可以進入 所以那些野生的動物可以進入 於是乎呢 這個葡萄園就被吞滅 拆尾長環 長環也是保護這個葡萄園的 讓愛人不可以進入來踐踏他 長環一撤去的時候 拆尾的時候 葡萄園就被踐踏 他就成為荒廢 而且這個圓主不再修理 不再坐跑 驚激摘泥就生長 甚至呢 神命令這個魂都不降雨在其上 這個本來美好的葡萄園 立即成為一個荒場 成為一個荒廢的地方 萬鈞之夜和華的葡萄園 就是以色列家 在這裡的神就將他點名 其實這個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神這樣悉心想栽培他 結果他得了一個反效果 神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 其實這些猶大人 按照神的計劃 在這個葡萄園裡 得到神的滋潤之後 他們應該要成為甚麼呢 就是神指望他們是公平的 指望他們是公義的 即是這些猶大人 因著神的道 因著神的悉心的爬壞 應該是起來成為公義樹 是不是 帶給人生命 帶給世界和平 帶給人間有公義公平 有神的愛 這個才是神的原創 這個才是神引入的品種 其實這個應該是以色列人的B型 也就是今天你和我 都應該有一個這樣的形象 神期待我們 因為神的道的潔淨 更新、改變 我們都成為公義樹 但是神指望的是這個 得到的是甚麼呢 誰知道有暴虐 指望是公義 誰知道有怨聲 跟神的期待 恰恰是相反 這些以色列人 結果他們所顯示出來的生命 完全不是那個樣式 完全不是一個屬天的樣式 完全不是神的形象 完全不是公義樹的樣式 反而是充滿暴虐 充滿怨聲 充滿不公平 這就是這首歌 唱到這裡的時候 神何等的心痛 在這個心痛之下 我們進入第二個大段落 就是剛才所說的 人的陸禍 人的陸禍 其實這個陸禍 就代表人的罪 很特別 用六這個數字 六是人的數字 所以人的禍 人禍 這個人禍是怎麼來的呢 為甚麼神會去到最後 要撤去尼巴 要拆毀祥門 不再去保守這個葡萄園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六禍 這六禍其實也是人的六重的罪 這六重的罪呢 讓人得不着神的保護 讓人沒有辦法 結出神所要的果子 好 我們來看六禍的第一禍 第一禍 禍災 哪些接房 以地連地 已是不留餘地的 只顧自己獨居境內 我以聞萬君之耀話說 必有許多 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為荒涼 無人居住三十畝葡萄園 只出一百瓣酒 一何梅以谷種 只結一依法糧食 第一重禍 禍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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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自己把咒座貼在自己身上 其實這幅圖畫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 以色列人本來應該是葡萄園 應該是吸收神給他的養分之養 然後成為公義樹 但是就是因為這六重的罪 這六重的禍 竟然將咒座貼在自己身上 結果這六禍前身 所以第一個禍所指的是 那些以防折防以地連地 以折不留餘地 只顧自己境內獨居的人 什麼叫做以防折防以地連地 不留餘地呢? 貪心 只顧自己 只顧自己的發展 只顧自己的發達 以防折防以地連地 即是貪心到一個地步 不留餘地 連條路都不留給人走 即是我們以前在加拿大也看到 即是… 初初華人過去移民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找個華人有所謂的 叫做monster house 即是怪獸屋 即是怪獸屋 於是就出現這種怪獸屋 即是草都沒有條 要不就是一條石屎路 拍車進去 還可以拍很多架車 總之一間屋大到 幾乎地幾大 就已經出現了 就這樣留下丁的草地 那我溫哥華人很不喜歡 因為呢 即是… 本來一看上去 綠油油很舒服 整個城市 那這些怪獸屋出現的時候 還要是… 真是屋連屋 地連地 即是… 因為… 即是… 我們華人喜歡住在一起 可以有個照應 所以變成整排 突然之間整排 是草都沒有條 即是那個綠… 本來很綠靚的… 的城市 那些警貿就開始改變 這個就是… 房接房地連地 連接到一個地步 連六條路被人走 都不需要 因為我要 maximize我們的利益 要將我們的利益 無限地擴大 其實這個背後 就是一個貪 甚麼都會挖盡它 甚麼都會挖盡它 為自己的好處 挖盡它 所以神說 萬君之耶和華書 必有許多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為荒樑 無人居住 你以為你捉住這些就是… 就是… 其實… 其實這個第一重禍就是 人捉住這些利益 眼裡邊只有利益 將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是先神後人在大地 而是將大地放在第一位 他們要更多的地 他們要更多的收入 他們要更多的錢 他們只顧自己 不顧他人 連一條的路都不留給人走 不留餘地去吸取這個世界的資源 金錢等等 所以神就說 你以這些為神 你以這些為你的生命 第一 神說 我要讓這些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為荒樑 無人居住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二十某葡萄園 指出一百特雅的酒 一賀梅以谷種子結 一依法的糧食 就是… 你貪得… 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你所貪來的東西 不為你效力 這個就是最第一次來到世界的時候 神說的 因為最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土地不再為人效力 你漢流滿面財都糊口 你貪了那麼多 以為… 以為你可以收無數的葡萄酒 你以為你可以栽種無數的糧食 誰知道 三十某葡萄園 即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很大的葡萄園 只有一百特的酒 即是完全不成比例 你以為呢 你就可以盆滿盆滿 不停地發達了 結果你發覺不是 就是你付出的極大 得著的極少 第一姊妹 今天我們的生命是否這樣 如果你發覺你所做的事情 經常都是徒勞無功的 即是付出的多 收入的少 無論你擺多少的心機 多少的努力下去的時候 袋子總是好像穿著 其實這就是就座 這是人的禍 因為我們將大地 放在神之上 甚至是我們要大地 不要神 其實大地是神給人的祝福 但我們正是要祝福 不要老爸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審判 所以你發覺 多勞少得 甚至 所栽種的 所建造的 成為方牆 這是第一重的禍 第二個禍 十一節 到十一節 禍 禍在哪些清早起來 追求農酒 露連至到深夜 甚至因酒發燒的人 他們在言直上彈琴 鼓失 激鼓 吹笛 飲酒 卻不顧念耶和華的作為 也不留心他所做的 所以我的百姓 一無知就被老去 他們的尊貴人 甚至飢餓 群眾極其肝酷 故此 陰間擴張其肉 開了無限量的口 他們的榮耀群眾 榮華並快樂的人 都落在其中 卑賤人被壓伏 尊貴人降為卑 眼目高傲的人也降為卑 唯有萬鈞之而華 因公平而崇高 聖者臣 因公義顯為聖 哪時高必來吃草 如同在自己的草場 風肥人的方場 被遊行的人吃盡 第二重禍 第二重禍災 臨到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清早起來 追求龍酒 流年到夜深 甚至因酒發燒的人 就是那些在現值上 彈琴古失 激鼓吹燒飲酒的人 這些人其實是享樂主義 這些人是醉生冒死的人 這些人覺得 人一世物一世 甚麼都假 最重要是享受 最重要是自由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完全沒有節制 謊音無盜 這些謊音無盜的人 這些是醉酒到日的人 其實這些是無限享樂的人 這些人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呢 其實神祝福人使人封城 甚至讓人有葡萄美酒 但問題是這些人 將這些的美酒放到很大很大 將這些的享樂放到很大很大 在他們的眼裡只有享樂 其他甚麼都不管 最大的問題就是 卻不顧念耶和華的作為 也不留心他手所造的 第十二節 就是這些人心中沒有神 完全不要去問一下 神祢想做甚麼呢 神祢這樣去賜福給我 讓我有那麼多的豐富 祢想我做甚麼呢 在我們風光的日子裡 我們忘記神 在享樂當中 我們完全不看神 其實這些人 在享樂到一個地步 就是 他們自己跟自己說 哪裏有神 哪裏有神 開心最重要 所以他們放任無道 不停地去享樂 去享受等等 享樂主義 不管日後的事情 更加不管神 將神放在哪裏 因為沒有神 開心才是最重要的 結果這樣的人會怎樣呢 就是因為無知而被老去 這些在他們當中的尊貴人 會變成飢餓 群眾會變得乾殼 這個死亡 陰間不斷擴張 來侵吞他們 甚至在這些享樂主義當中的人 無論是悲賤人 尊貴人 眼目高傲的 第15節 全部都會降為悲 即是所有的人 都要被神去降伏 這些享樂主義 到最後是行不通的 這些享樂主義 到最後是過不了神的審判 神的審判一來的時候 無論你是尊貴的 你是悲賤的 你是眼目高傲的人 都要在神的面前 都要在神的面前降為悲 因為唯有耶穌說 必因公平而崇高 聖者神因公義顯為聖 只有神是可以顯為聖的 所以當神顯現的時候 審判來的時候 這些人都要降為悲 但是那些不是這樣享樂的 那些願意跟從神的 他們出來就要好像羊膏 那樣去吃草 如同在自己的草場裡 那個才是真正的自由 其實這些享樂主義的人 以為自己活在一個 豐富自由的裡面 其實反而是這些東西 這些酒 他們以為他們在控制著酒 他們可以任意去飲用 享用享樂 其實他們是給酒核製 他們沒有真正的自由 反而當神顯現的時候 這些羊膏在草場上面 自由往來吃草 這個才是真正的自由 這個才是真正的自由 而那些風肥和方腸 被遊行人所吃盡 遊行人其實就是strangers 就是那些陌生人 就是那些愛邦人 就是那些沒有神 就是那些不認識神的人 不認識神的人 在荒肥人的荒場裡面 來去 荒肥人的荒場 被這些來吃盡 所謂的那些風肥人是甚麼呢 the fat ones 就是因為這些要無限享樂 讓自己無限膨脹的 這些就是風肥人 這些風肥人 最後他們會被這些愛邦人踐踏 他們的草場被吃盡 甚至他們的方腸 都被這些人來吃盡 就是已經由風肥變成方腸 方腸都還要被人吃盡 就是炸都沒有 這些享樂主義到最後 是甚麼都沒有 這個就是人的第二重禍 無限享樂的禍 好,接著十八節 禍哉,第三重禍 和在哪些以虛假之誓神 牽罪業的人 他們又仗以吐醒拉罪惡說 任他急速行趕快成就 他的作為使我們看漢 任以色列聖者所謀劃的 臨近成就使我們知道 這些是甚麼人呢 以虛假之誓神牽罪業的人 這些是引人犯罪的人 這些不單是引人犯罪的人 這些仗是把自己和罪綁在一起的 就像是用一條繩拉罪 把自己和罪綁在一起的人 他們其實和罪綁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眼中不怕神 所以他們自己就說 他們就說 他們說 任他急速行趕快成就他作為使我們看漢 甚至公然的挑戰神 好呀 神這麼厲害 讓我們看看 叫祂快點出手 讓我看看 讓我知道是否真的有神 任以色列聖者所謀劃的 臨近成就使我們知道 你便叫神展示出來 如果神真的這麼厲害 如果神真的存在 你便叫神對付我 其實反而是頂撞神 挑戰神 這些人有禍 這些人有禍 禍在後面 我們再讀下去便會見到 因為他們都會面對神的審判 這是第三重禍 第三重禍 第三重禍 就是頂撞神 向神至高 將自己和罪綁在一起的人 好 第四禍 禍在哪些清惡為善 清善為惡 以暗為光 以光為暗 以苦為甜 以甜為苦的人 好容易明白 第四重禍 禍災就是那些 扭曲真實 是非顛倒 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有禍 禍就在面前 這些人不真實 這些人不單止不真實 這些人甚至是顛倒是非黑白 將黑的說成白 白的說成黑 這些人有禍 二十一字 禍災 哪些自以為有智慧 自看為通達的人 二十一就是 眼目高傲驕傲 自以為有智慧 因為有世間的知識 其實就是以世間的東西 來將它高舉過於神 終於以為自己很通達 終於以為自己已經明白了 世間的一切 其實根本不知道禍就在前方 根本不知道神的審判已經來到門口 這些人有禍 第六個禍 禍災 哪些勇於飲酒 以能力調農酒的人 他們因受賄賂 就稱惡人為義 將異人的意奪去 最後一種禍災 這一種就是不法之徒 這些其實是酒灰色地帶 酒遮面 依賴權勢 依仗權勢能力 而欺人者 這些人是怎樣的 他們勇於飲酒 以能力調農酒的人 表面上看起來 就像前面享樂主義那幫人 也是喝酒 但這個重點是甚麼 就是以能力調農酒的人 其實代表權勢 在古代的時候 在以色列當中 其實有清酒和農酒之分 清酒他們是用來當水喝的 因為他們需要儲著水 但是儲著水 其實是預備乾乾的時候用 那些水其實有泡味很難喝的 所以清酒就是有些酒精 可以有殺菌的作用等等 他們就當清水喝的 一般貧苦的老百姓 其實根本沒有資格去喝濃酒 濃酒很貴的 只有那些尊貴人 有權有勢的人 才可以喝濃酒 所以他們要能力調農酒的人 代表他們是有權力 有權勢的 是那些尊貴人 是有能力的 但是他們是受賄 將惡人稱為義 將義人的義奪去 其實神將權幣能力給我們 是要我們伸張正義 成為公義樹 前面有說 但是他們是反過來 倚仗自己的權勢 反過來 來欺壓人 甚至收受賄賂 以權謀私 公器私用 這些人 神說禍災 禍就在前頭了 神一口氣 將這六禍說出來之後 那怎樣呢 二十四禍到最後 就是這些六禍的結局 所以二十四禍一開始 二十四禍一開始 中文有一個字 沒有翻譯出來 就是在原文或者英文裡面 就有一個 therefore 因此 所以我們知道 二十四禍是一個審判的結果 因為前面的六禍 因為第一段所唱出來的 神那種悲歌 在悲哀的情歌和六禍之下 神發出他的審判 來回應這六重的禍患 他說 火苗怎樣吞滅世界 乾草怎樣落在火焰之中 照讓他們的根必像撩密 他們的花必像灰塵飛騰 因為他們厭氣萬鈞之 耶和華的憤悔 描示以色列聖者的言語 所以 耶和華的怒氣 向他的百姓發作 他的手伸出 攻擊他們 山領袖震動 他們的屍首 在街市上好象分土 雖然如此 他的怒氣還未燒轉 他的手形身不縮 他必說立大其朝遠方的國民 發師聲叫他們從地極而來看 他們必急速奔來 其中沒有疲倦的半跌的 沒有打頓的睡覺的 腰帶並不放鬆 鞋帶也不折斷 他們的箭快利也 功也想了餘 馬蹄蒜魚堅石 車輪好象旋風 他們要敲轎像武獅子 刨敲像少壯獅子 他們要刨敲找一食 雖然雕去無人救回 哪日我要向以色列人敲轎 像海浪烹轟人若望地 只見黑暗間難光明在 雲中變為昏暗 神一口氣將他的審判說出來 這些綠禍 在這些綠禍當中 人要像火苗吞食這些碎階一樣 人就是那個碎階 在火裡被燒毀 甚至他們的根 連這些根基 就是他們吸養分 他們成長的關鍵所在 都成為惱懷之物 都完全沒有了 他們的花就是他們的驕傲 他們的美貌 他們一起灰飛煙滅 因為他們厭氣萬鈞之堯華的憤悔 藐視以色列聖者的言語 因為不聽神所說的話 因為不聽神所說的話 所以不聽神說的人 必定化作非灰 無所存留 但是神的怒氣 也要向他的百姓發作 神的審判要臨到 神要攻擊他們 山領就震動 雖然神發出這麼大的烈露 震動天地 但是這些人仍然未醒 仍然未醒 弟姐妹今天我們都在一個震動當中 我們醒了沒有 還是在這個震動當中 我們仍然是在走路禍呢 我們仍然跟自己說 最重要是享樂 我們仍然跟自己說 我有能力 我不怕 我們仍然跟自己說 在哪裡有神 我們仍然是倚仗 我們手中的資源 倚仗我們房屋連房屋 房接房地連地 仍然是 目中無神 這個就是值得我們今天去思想 因此神說 祂的手仍身不縮 祂的手仍然不縮回 甚至神要做更大的一件事 讓以色列人徹底 不要再有任何不現實的指望 這是什麼呢? 就是26節 神說 我必說大祈招遠方的國民 神要發出異仗 這個大祈其實就是一個異仗 神要發出異仗 將遠方的國民招來 這些遠方的國民其實就是外邦人 這些外邦人必臨到以色列人 然後後面那一段 我們不要搞錯 後面那一堆的形容 都是形容這些外邦人 就是他們當中沒有疲倦的 沒有半跌的 沒有打頓的 沒有睡覺的 腰帶不放鬆 鞋帶不折斷 他們的箭快力 弓也都上了穴 馬蹄算如肩蛇 車輪好象旋風 他們要敲叫像武獅子 刨敲叫嘯狀獅子 而且要刨敲爪食 雖然丟去沒有人救回 哇 這一班的文強勢到不得了 我們就這樣看的時候 很容易就以為 以色列人這麼堅強 不是的 其實聖經所說的就是 這些外邦人 這些外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急速奔跑 而且他們不疲倦 不打頓 勢不可擋 簡單來說勢不可擋 以色列人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他們又好像你炮烤的獅子一樣 炮烤爪食 29節 雖然丟去沒有人救回 所以其實他們要進入 以色列人當中 好像炮烤的獅子一樣 將以色列人丟去 將以色列人擔走 秘魯 神已經定下 無可救躍 因為以色列人這一陸禍在前面 以色列人自高自大 利器神 神這首本來的情歌 成為了一首傷心的悲歌 在這首傷心悲歌之後 人的陸禍不斷 所以神震動 但是人都未醒 結果神就容養 這個外邦人 將他們擄走 巴比倫已經來了 以色列人要忙於巴比倫 並且被擄去巴比倫 這就是神對他們的審判 所以三十節最後神說 哪日就是外邦人 踐踏聖地的日子 哪日就是巴比倫來到老他們的日子 他們要向以色列人拷叫 好長海浪攀轟 人若望地只見黑暗 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 一個暗黑無光的日子要來到 因為人大大的得罪神 因為人自高自大遠離神 不懂得悔改 弟兄姊妹 其實神一而再給人機會 我們今天要快快地迴轉 否則的話 審判也是大大的臨到我們的當中 接下來就是Passover 接下來就是耶穌受難的日子 在這段時間 我們真的應該好好地反省我們的一生 反省我們究竟有沒有這六禍的根 有沒有這六禍的苗在我們的當中 如果有的話 我們要及早的對付 及早的回頭 好使到神的審判不臨到我們 讓我們成為神所囂貫災造的美麗的葡萄園 Amen 祢姐妹妹 我們今天來到神的面前 沙 furgo 又再一次地裡匯轉 再一次地來靠順我們的神 主我需要你 我必須在你的面前 要原來 丹丹的离靠着你 祝我们需要你 求你啊你的慈爱恋 是我 和你的慈悲 托抹我的模仿 我知道我的罪恶 在我面前 我的罪恶 也站在你的眼前 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 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眠 不要不要 也免不顾我 求你恨我你的慈悲 是那种你离我 走进街的心 是我里面重新 有真挚的灵 不要丢弃我 不要丢弃我 是我 离开你的灵 不要收回你的权利 神啊求你为我 走进街的心 是我里面重新 有真挚的灵 不要丢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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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 祝我求你爱你的慈爱 念许我 爱你的慈悲 托抹我的过分 我知道我的罪恶 在我面前 我的罪恶 也站在你的面前 神啊求你 不要离我而去 再次对我显现 你的容眠 不要不要 也免不顾我 求你听我的 祝你听我的 祷告 神啊求你为我 走进街的心 是我里面重新 有真挚的灵 祝我里面重新 有真挚的灵 不要丢弃我 祝你 不要丢弃我 不要丢弃我 祝我离开 祝我离开 你的面 不要收回 你的 神啊求你为我 走进街的灵 走进街的心 走进街的心 是我里面重新 有真挚的灵 不要丢弃我 不要丢弃我 好让我们 不跌入这个 祸灾的里面 祝我今个星期 是月月节 祝我愿我们再一次 的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要和我 智随你的 你自己一个 authent 主要帮助我们 再一次的汇转在你的里面 盛敬我们的过犯 盛敬我们的软弱 主要帮助我们 在困惑附近 盛敬给图告 要安静 知道你是神 我最高约 曾被失愿牺牲 为救赎 流血沙沙 令我愈愈死亡 越过风浪 神恩手把我恩财 成王艺难再往 结尽我一生过错 成祭祷保血 图堂 在困惑附近 能不能给图告 要安静 知道你是神 无罪高约 只被失愿牺牲 为救赎 流血沙沙 令我愈于死亡 越过风浪 神恩手把我恩财 成王艺难再往 结尽一生过错 落死 成王艺难再往 尽一生过错 为何苦 现事赎 基督补血套我 令我如雨死亡 月我疯狼 神一手把我恩财 成我为责罪我 结成一生过错 基督补血套我 令我如雨死亡 月我疯狼 神一手把我恩财 成我为责罪我 结成一生过错 绝基督补血套我 月我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像平安的意念 你不是像灾祸 但是今天你值得决定 你要帮助我们 就是进入这个月月节 进入这个无敲截的里面 主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你定义来帮助我们 越过一切的灾祸 你定义来帮助我们 要进入你平安的里面 祝我们多谢你 带着以赛亚书五章 神告诉我们 他栽种这个葡萄园 他栽种你 栽种我 他指望的是公平公义 但是收的是野葡萄 是报仰和冤生 好不好值着这个月月节 进入这个无敲截里面的时候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检视我们自己 在这陆祸的里面 我们 我们的家 我们的社会 在当中求神 给我们值着这个镜子 以色列人那时候的状况 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 直至这块镜子 我们去向神去认罪 神要定义帮助我们 越过这一切的灾难 重点是我们要除敲 经文里面 其中的第一个禍 以防接防 以地连地 以至不留于地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圣灵我们 现在来到你的根前 求你来光接 我们每一个 我们里面的贪心 我们的不留于地 祝我们 我们的家 我们的社会 抹削人 以利益为先 祝我们多么得罪你 祝你说这样的时候 就要成为方良 祝你来光照我们 我们实在得罪你 祝你来连吻我们 祝你来连吻我们 祝你来连吻我们的家 祝你来连吻香港 一个一个本来很旺的地区 整条街很多店铺的关闭 祝我们见到自己的贪心 祝我们见到我们何等的剥削人 不留于你的罪 祝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求你写灭 祝写灭我们 祝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你 祝我们不单单要在你面前痛悔 祝说给我们改 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我们自己开始 祝你来连吻我们 祝我们 祝我们不需要贪 因为我们有你 祝我们不需要贪 祝我们的供应者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意外 祝我们今天说 祝我们不单单要你 让我们手结心清 祝我们的手 祝我们的心 祝我们不是要拿 祝你来更新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予的人 让我们可以去 眷顾需要的人 祝你更新我们每一个 祝我们来到你面前 为到自己 为到我们的家 为到香港来向你应追 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予付出的人 让香港同样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愿意给予的地方 祝我们仰望你 多谢你 另外一个祸 是享乐主意 心中无神 我们来到神的金钱 来检视自己 我们是否享乐 追求享乐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社会 是否要求求 是否追求在恶心中无神 是否追求在恶心中无神 在第三灾的内 在那边 当中甚至去挑战神 顶撞神 不信 嘲讽神 我们来到神的恩赐 圣灵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主帮助我们见到自己 多么不信 多么靠自己 多么享乐为优先 主祝你来联敏我们 联敏我们的家 都联敏香港 我们藐视你 不信你 心中无神 一致会有很多不法不以 很多的报约 带来很多的怨声 主求你来赦免我们 你好像第四我一样 会跌倒黑白是非 自以为有智慧 就在第五和里面 我们眼目高傲 靠知识 不信启示 不信神 主祝你来赦免我们 在第六和里面 因为收受贿禄 里面的不法 以权谋私 公器私欲 主祝你来赦免我们 我们的本相 是我们 我们的家 香港社会大大的得罪你 主祝你 以致你的怒气 在当中 生命就振动 主祝你来赦免我们 我等的自以 我等的自公 藐视你的愤怒 藐视你的言语 很多理性主义的抬头 自由主义的抬头 我 藐视你的话 跌倒是非 主祝你来赦免我们 我们大大得罪你 赦免我们的自高自异 赦免我们的骄傲 主要面对这个震动的时候 主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出路 我们承认我们只能够在当中 爱哭沮丧 但是今天我们多谢你 你让我们出路 你告诉我们 你要的是公平和公义 你要的是公平和公义 主我们愿意陪着 你赦免我们 你赦免我们 主我们知道自己得罪你 主我们说我们愿意 回转 爱你的分辉 爱你的言语 主在这四十天感性的里面 主我们要 思念深处 来到你的根前 射免我和我家 射免我们的社会 主要帮助我们 多谢你用意念问我们 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 可以重新的与你对齐 主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 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出路了 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方向了 主我们感谢你 主你来念问 主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愿意守你的话 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一切的灾祸 只要我们愿意爱慕你的话 进行你的话 我们就有翻转的机会 香港就有翻转的机会 主我们多谢你 主让我们在这个圆圆节 这个随敲节里面 更加的进入你 给我们的恩怨里面 主我们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在你的面前回传灰改 我们宣告 我们自己 我们的家和香港社会 都要越过这一切的祸祸 要进入你公平公义 美好的应许当中 祝我们多谢你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碰住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接下来呢 让我们继续为香港守望 我们知道 学校一个长期的停货 会让小朋友减少社交的活动 让他们有机会 沉迷网络 甚至会面对网络的欺凌 这个之前也有提过 这个状况 所以要一定说 这个服货 是一个紧急和必要的措施 因为已经太久了 小朋友一定需要去上学 所以接下来在4月19日开始 这个半天的面授课 就开始陆续上课 教证员和学生 每天要做快测 因为知道 也有提过出来 对这些基层的小朋友 如何去提供快测 每一天的呢 所以政府便会免费提供 有1000万套的快测包 给香港有大概30万有需要的学生 足够一个月去使用 而到5月底 还会去检视这个政策 在当中 我们要讨告的就是 要每天快测完之后 才可以上学 这个问题 原先说要在学校入门之前 就要做好它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让到学校的门口 会有个瓶颈位 也会可能带来交叉感染 如果可不可以在家里进行呢 如果在家里进行的话 就是让家长签手策 去扩他作实就可以了 如果在家里进行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小朋友要早点起床 去做这个快测 可能对家长来说 觉得很不容易的 要提早小朋友去起床 去做这个快测的时候 所以就有建议 要家长提早熟习这个流程 预先去帮助他们 如果小朋友可以的话 会不会自己去采养呢 让家长去帮忙快测 做其他的程序等等 其实我们知道很不容易 这个状况 求助来帮助我们 也有建议就是说 如果打到针的小朋友 会不会不用每天都查呢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在 这个状况里面 想寻求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们求神给政府 给教育界都有最好的方法 在当中 而且另外一件事就是 当他们服货之后 可不可以适应到 这个服货的生活 有提出呢 就是说 因为小朋友一段时间没有活动 会不会在每一个礼拜 会更多的课外活动课呢 提升他们的运动量 会不会多每一个礼拜 多一节体育堂呢 而另外呢 在考试和学校的测验里面 会不会只是考主科呢 让他们容易一些 适应这个生活呢 目标是用教育和成长做出发点 就不是以过去呢 一定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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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框呢 来放死了 那我们呢 都为到呢 香港现在的教育呢 知道很不容易的 经过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为无论是家长 学校呢 有一个呢 适合小朋友 就是以小朋友的教育 和成长为本的措施 方法 政策呢 可以出道理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真是知道呢 这件事呢 真是从未发生过 所以呢 要怎样去想呢 真是没有先例 可能很多时候呢 都要很弹性的处理 主耶稣 让我们呢 真是望准呢 小朋友的需要 他们的成长 他们的学业的需要 主要知道呢 在这个的在福课里面 无论是学校呢 家长呢 都面对一定的压力 以及适应 还有很多的事情呢 要去处理呢 政策呢 要去落实安排 主耶稣 我们求你给香港政府呢 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给教育局呢 有从你而来的那个的能力 亦可以协调到一切 是无论是 真是学校呢 家长呢 小朋友呢 都是三赢的 尤其是在当中 小朋友呢 每天要做快策的时候 要早起床的时候 知道很不容易 主耶稣 在当中你都可能会 亲子之间呢 都有这个的压力 可能会带出情绪 主耶稣 我求你呢 去联敏你来保守 每一个的家庭 主耶稣 你的爱呢 你的体量呢 要在每个家庭的里面 主耶稣 我们求你 你都要在当中 让一切呢 都可以smooth的过渡 主耶稣 让你的爱 那些年纹 就可以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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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性的里面 就可以呢 包容和接纳 这么多不同的状况 祝我们来仰望你 无论学科 多少科要考试 无论要不要增加 课外活动 祝我们呢 将它公敬的去交给你 将我们每个小朋友 香港小朋友 交在你的一手里面 祝我们求你 你做动工 在政策 在教育局的措施里面 让一切呢 为到小朋友的好处 而成就 祝我们多谢你 仰望你 听我们的吐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领zeit阿苏五章7摆 万昆之耶和ров超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晚君之 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姐妹今天 我们是信心里面的 以色列人 我们也是 耶稣所买属 进入犹大之派的 信徒皆君王 今天 神在我们身上 想要见到的 是公平 公义 怜悯 守望相助 彼此扶持 同心合一 这个是神所要的 这个是祂在祂的葡萄园 所寻找的果子 让我们一切为我们的生命 来祷告 愿神在我们的园子里面 找到祂所要找到的 主耶稣扣祢的圣灵 帮助我们 将属天的公平 公义 平安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真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活出这份彼此守望 彼此相助 互相扶持 满有爱的生命 在疫情当中 在艰难的时期 我们更加需要这些特质 主耶稣扣祢是你栽种我们的目的吗 这个是你栽种我们的时候 心里面所学想 所要求 所期盼的吗 圣灵 但我们都要向你承认 我们在这个陆祸当中 失去了你美好的形象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恢复公义树的生命特质 恢复公义树的形象 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越发的能够靠近你 越发的能够见证你 主要求你亲自的乔冠 求你亲自的栽种 让我们每一个都在你的眼前 成为你可喜悦的公义树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上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